貓懶復始第一天 想來搭乘免費纜車的人 擠爆了動物園站 許多民眾特地從外縣市跑來 就是要體驗新奇的纜車之旅 我們是從英哥來的 都快40分鐘 還要等一個小時多 為了吸引人潮 貓懶從今天開始一連開放6天 每天1萬人自免費搭乘 今天雖然並非假日 但是還是吸引許多銀髮族搶搭 依照我們的統計到目前 實際搭乘的纜車已經超過3千萬 捷運公司估計 今天1萬個號碼牌 在下午3點之前 就會被鎖取完畢 台灣情報蘇玉文 黃波達 採訪報導